才能是因为这是患有气喘的朱先生 日前跟人发生了车祸 而远景到场处理的时候 朱先生因为一时紧张 他就喷了气喘药 没想到九侧直舰高达0.37 严重超标 不只是遭到开罚 甚至还被拘提了24个小时 事后朱先生找到药厂的资料 才才发现原来这个气喘药呢 竟然是含有绝对酒精 患有气喘症的朱先生 一旦症状发作都会喷气喘药救急 没想到九侧前一喷竟然超标 害他吃上罚单还居提24小时 明明没喝酒却被罚朱先生越想越困惑 找到药厂业务要来原厂资料 才发现这瓶气管扩张剂 外包装没有标明含酒精 像药厂要原厂资料 才发现上面写着绝对酒精 明显标示不清 对于问产商 产商他说有 他才传那个一张那个 没有给那个文的朋友 所以他才来跟我说 这瓶药确实有含 那个绝对酒精 原来朱先生和妻子两人 九月初驾车在台南市安南区 与人相撞发生车祸 远景到场处理时 男子因为紧张气喘发作 喷了药剂 酒测结果竟然超标 不仅吃下罚单还被关一天 现在发现确实是气喘药剂 含有酒精成分 从这个榜单上面的话 我是真的是没有看到 那是不是他在制程里面 会去添加进去的东西 这可能还是要问那个 那个药厂才会晓得 没想到因为气喘药白白 坐牢一天让朱先生很不满 向监理机关申诉 希望讨回公道 专门西文来关张 陈文杰台南报道